上班族學生前往早餐店買早餐 但這些早餐是否衛生安全呢 行政院消保處針對市售 30家早餐業者抽樣檢驗 有13家業者不合格 抽驗122件檢體 有17件檢體不符合規定 像是熟的漢堡 三明治 跟製作原料 發現不少不合格業者 甚至連知名連鎖店 拉雅漢堡 甲上寶 麥味燈都上榜 包含即時成品跟食材進行抽樣 其中台中 阿寶 美村店 以及中和的拉雅兩間早餐店 甚至檢驗四件檢體 這有三件都有問題 消保處認為很誇張 蛋裡面竟然有三個動物用藥 是不得檢出的 就是法令規定這個東西 不應該在蛋裡面可以檢出的 農委會表示 雖然檢體出來都是合格動物用藥 但就是不能使用在蛋機上 所以目前就是要追蹤源頭 再用食安法加以懲處 食安法規定可罰款 六萬元以上兩億以下 至於早餐本身 就是所謂的大腸感浸 大腸感浸群這個部分 法令是規定可以先要求 它限期改善 如果改善不成的話 就可以罰三萬元以上 三百萬元以下的罰款 消保官建議民眾 要選擇環境衛生乾淨的 早餐店購買 因為檢驗出來大腸感浸群 超標的店家 大部分都是衛生環境跟食材放太久 或是食材清洗不淨導致 所以民眾購買前 請留意店家環境衛生 居然是廣播後特別是採訪報道